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,现在,内娱不能没有迪丽热巴。美女晒照营业超可爱。迪丽热巴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出了一组搞怪照片。并配文,大吉大利,其中,还特意用橘子的表情图来代替橘子。而图片中的她手捧两个橘子摆出了各种可可爱爱的姿势。 美女营业,网友们都不淡定了。很多地方开始入冬了,照片中的热巴穿着卡其色的卫衣外套。很单调,看背景应该是在工作室或者家里,在室内所以穿得比较单薄。简简单单地扎了个低马尾,前面流出两须熟悉的刘海。 头发还有些凌乱,整体打扮虽然是草率了点,但颜值还是很在线的。 卡兹兰大眼,高挺的鼻根再加上嘟嘟小嘴唇,简直是美。 照片中的热巴很搞怪,两个橘子,一个顶在头上,一个捧在手掌心。 另一只手则拖着下巴,小嘴巴稍稍撅起,卖萌的小表情实在是太逗了。 眼角的美人质点缀在亮亮的眼睛下,显得眼神超级通透。 看来,热巴的平衡力是真的好呀,橘子都没有顶在头中间还能保持不掉。 还能摆Pos拍美照,真不愧是热巴,估计为了这张照片也花了不少时间吧。 另一张照片则更有趣了,橘子放置的位置还是在头顶和手掌心。 但热巴来了个侧颜杀,那高鼻梁简直是绝了,肩下巴显得脸特别小。 整个侧颜轮廓堪称完美。 热巴张着口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。 另一只手举在身材前,手腕弯曲接近90度,整体看起来像是在模仿攻击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热巴用心营业的样子怎么都好看。 陈法荣还在评论区留言,太可爱了。 陈法荣与迪丽热巴的互动,网友们堪称羡慕了,但令很多人感到好奇的是, 他们俩有什么交集呢? 其实,关注热巴的粉丝。 都知道陈法荣已经连续好几年为热巴庆生了,他们俩结识于2014年。 曾在扬秘制片的电视剧《威时代》一起参演,所以关系甚好。 陈法荣对迪丽热巴也是真的好,在多年没有中剧的情况下。 还能专门在凌晨1点为迪丽热巴送上祝福了,可谓是有心了。 这几年的迪丽热巴,是流量与实力并存的90后小花蛋。 也是小花中的人气佼佼者,他拍过的戏两只手都数不过来。 合作过的艺人也非常多,大家对迪丽热巴的评价都还不错。 陈法荣曾大赞迪丽热巴是一个非常聪明并且努力的演员,对迪丽热巴非常喜爱。 相信大部分的人是通过《克拉恋人》这部剧认识到迪丽热巴的。 而热巴也是凭借在剧中的高文一角一炮而红。 原本这部剧的聚光灯应当是在唐烟身上,没想到。 这个有着中国版千颂一气质的女二热巴抢尽了女一号唐烟的风头。 热巴剧中人前高冷、人后逗比、敢爱敢恨的女神形象,俘获了观众们的芳心。 但显为人知的是,旁人看起来羡慕不已的热巴险些被导演换掉。 差点无缘《克拉恋人》,由于当时的热巴才刚毕业,没有什么经验。 而剧中的高文一角阅历高又时尚,热巴一时间难以驾驭,在拍摄的时候,表现得不是很好,NG的次数多到让剧组的工作人员心怀不满。 而迪丽热巴的状态越来越差,对自己也越来越没有信心。 就连制片人都准备放弃她,直接去别的城市挑选新的演员了。 最后一次试戏时,热巴本着豁出去的心表演了很经典的弹奏钢琴那一幕。 她先是坐在钢琴前,而后便开始放飞自我了。 那种圣似神经病的表演让导演重新看到了她的潜力。 而她也因此找到了高文的感觉,慢慢融入角色中,得到她等待许久的肯定。 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,这一路走来她不靠资本,不靠后台。 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。 21岁出道。 虽然是以女一号的身份出影阿娜而喊。 但却在高温图鲁番这样恶劣的环境下,被吊起来打到出血。 她看似柔柔弱弱,但坚持下来了。 在拍摄《克拉恋人》的时候,祖母病逝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,因为是个新人,所以她压根不敢请假。 而剧中,一段和前男友的对话,我最后一次连最亲都没见。 是她的真情实感。 即人自有天香,这个女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运,26岁。 便成为了精英电视艺术节的第七位精英女神。 并获得了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。 第一十二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女演员。 成为最被业内看好的小花旦之一,而这一切是用四年不休息,无间断拍戏换来的。 在粉丝的眼里,迪丽热巴值得拥有那些荣誉,她不仅聪明,还努力。 更具备女鼎流所拥有的一切特质,同时外表也足够惊艳。 许多人称她未完美女神,她也成了很多直男眼中的理想型,时尚又大气。 略带几分抑郁时尚,颜值堪称娱乐圈的Talk之恋,在给我们带来作品的同时。 热巴还贡献了不少活动和红毯造型,无意不是惊艳动人。 迪丽热巴的是典型的新疆美女,五官立体,眼眸深邃,眼波恋艳。 老天不仅赏了她一副好面孔,还赠予她火辣的身材。 热巴每次的造型都展现出了女人特有的完美曲线,时尚中带点腰艳。 纤细的腰加上无限时尚的蝴蝶臂,简直就是天生的衣架子,远远一看。 就被她给深深的迷恋住了,恐怕没人不爱这样的热巴吧。 台上的热巴很高冷,但私底下的热巴可是一个可爱又活泼的小女孩。 前两天,她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下班照片,配文也是很逗敌。 下班,照片中,热巴吐着舌头相当俏皮,看来,热巴也是和我们一样。 对周末抱有期待,一到周末就开心得像个娃。 最近,热巴的新剧也要上线了,听说与君初相识这部剧可是导演为她专门定制的。 相信这部作品将会精彩无限。 热巴现在可真有实力,还能得到导演的钦点。 真替她感到开心。 希望热巴在未来能多多上班,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视觉盛宴。